好 那麼過去常常跟民進黨 站在對立一面的 民進黨立委高茲阿瑜 就會不罵民進黨 反而比較罕見的來開炮國民黨了 他怎麼說呢 他說其實國民黨選前高喊反黑進行 但是選後又跟中東檢 苗栗縣長是稱兄道弟的 所以他現在也呼籲民進黨 應該要自立自強的 跟大酸說 國民黨的權力大風吹 根本都是算計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來看到這個人是誰 他是南投縣的前縣長林明正 才剛卸任完縣長之後 馬上又要投入立委補選了 等於當完立委當縣長 現在又要來選立委 再來的這一位 就是新上任的立委王宏威 才剛當選議員 馬上又參加立委補選也選上了 另外就是台北市的副市長林毅華 昨天才新官上任 但是因為他上任之後 剩下的立委任期不到一年 所以等於說按法律規定 是不需要補選 這讓民進黨批評說 國民黨根本就是 沒收大安區的立委 是沒收立委補選的 所以他說基於這樣的狀況來看 這根本國民黨 根本就這些老人 都是在權力大風吹的 也難怪現在就有這個現任的 市議員徐曉星 游淑霍 還有張思剛等人 高喊說他們應該要世代交替 不然的話整個在國民黨裡面 也你想要出頭還得暗自排輩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